我會比較逐摸在這本書的一些內容上面 因為我覺得這本書的內容其實 它還蠻...就是還蠻隱悲的 裡面其實都是文字 並沒有說太多的一些圖案或者是其他的動作 可是我覺得它的精采很多 跟它的內容的程度真的是相當多 所以我主要...重點就是放在說書的內容的介紹 但事實上我覺得我今天講的可能還是... 不會說像書那種精采 如果有興趣其實都現在已經看了 那第一個我想先問大家就是 談到貨幣的時候你會想到什麼 第一個是銀行嗎 像台灣銀行 第一銀行 對 裡面很壯觀的那個場景嗎 還是說之前日據非常康的半載之處 你會想到銀行家嗎 然後銀行 還是說你會很直接想到就是 想亮亮的中心 黃金或資銀 很不曉得大家會想到什麼 那當作我看到這本書的時候 其實我還蠻好奇的 就是它到底要談到什麼東西 所以當初我為什麼會想要看這本書呢 說起來就是因為自己剛上班 然後這是什麼呢 這是一點透明的藝衣優肉 那為什麼我會放這個主辦呢 因為我剛開始上班以後 我自己是一個社會心情人 大概工作了兩三 那我發現說我天天在買早餐的時候 兩三個月之後 一罐 優肉爐可以從25塊漲到28塊 發現那個東西真的是漲價了 以前大家就會聽到說 東西漲價 東西漲價 不會那麼實際的去接觸到 但是你天天在買的一個東西 發現它漲價的時候 你真的會有沒問題 第二個是什麼 就是房子 開始自己上班以後 我會希望說有自己的一個房間一個空間 那我開始在看了一些房子 房價的時候發現 天啊在台北你要找到一間房價 一個社會心情人 或者是說你工作了 多久可以買到一間房子 事實上是很遙遠的一件事情 那就會發現錢永遠不夠 那再來第三個就是考試生育部長 其實沒有碰到太多的資料 事實上我相信理工課大家都一樣 那或許在面積類主商學院 商管學院你會碰到一些商學的東西 但是你碰到的可能是比較專業的知識 在現實生活中 你碰到的理財的相關知識 我相信也是非常的少 曾經有人就在講說 我們的教育制度下面 其實一些蠻重要的東西都不會有問題 第一個就是金融 那第二個可能是感情 感情是學校也不會教你 第三個可能是情緒觀念 學校也不會去教你 那第四個可能是時間管理 這東西學校也還是不會去教你 可是事實上這些東西都影響我們生活 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息息相關 像剛剛提到的習慣 我覺得這都是很重要的東西 那再來你開始想要瞭解金融的時候 我們常常聽到的一些東西就是貸券、金錢、保險、股票 或許像剛剛那一位朋友就是在保險公司上來 那他知道這些東西 那我們事實上我們其他人還會去接觸到這些東西 我開始想要瞭解理財的東西的時候 我希望我們先有一些貝子指數 我才製作可以 不然永遠就是學費腳下去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事實上在錢這個東西是我們在社交場所 就是通常會去避開的一個話題 它不像天氣啊 不像暑雞啊 我們不會去談論它 可是事實上我們天天都在用錢 那為什麼我們不太會去談論它呢 因為用錢的時候到後來很多都跟權利 都跟一些利益關係有很大的影響 那人們開始去就是閃避這個話題 但是事實上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說從一個書的角度來切入 來看我們日常生活中一定會用到的物理 其實是還滿好的一件事情 那下面我們就開始從第一章開始介紹 這一位是羅斯財文 那他講的這句話我那時候看到的其實是非常非常的正常 就是只要我們控制一個國家的過敏發行 我不在乎誰知病討厭 那羅斯財文其實在一般我們 我在看這本書之前其實我不認識他 但是在作者的說法來說 他覺得羅斯財文就像我們一些物理學家 比如貝曼拉或者是愛因斯坦 之餘我們學物理的人會看到的一些人物一樣 就是學金融理財的時候我一定會認到他 我可以這樣講其實還是很遙遠 第一個就是在2005年的時候 是他公布了就是歷史上最有影響的20位企業家 那羅斯財文就是其中的一位 不比是什麼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每年一定會公布了現在是誰最有錢的那個單位 那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確立了現在的物理方式 事實上我們現代社會其實 現代的強權大部分都是歐洲跟美國 然後呢 歐洲跟美國那時候的一些制度 到底是怎麼創建的 包含現代的銀行其實 在歐洲跟美國影響都是相當大的 那他是一個德國國的法蘭科 就是猶太人 那猶太人相信大家印象都有整個 就是非常非常的會了解理財這一方面的事情 那他最厲害的一件事情就是 透過家族合作 展覽歐洲跟國天氣銀行的光明 他總共有五個兒子 在那時候的歐洲 就是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跟奧地利 就是五個兒子去補的國家 對 然後就是一個人制責一個國家的一些財政的東西 那在那個年代呢 事實上 其實不管是以前還是現在 我們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東西就是情報 那他有整個家族在於一個國家 所以他們可以擁有最直接、最快速的一個情報手機 那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在書籍裡面提到就是說 那時候的華鐵路戰役 就是法國、南波爾文跟反法的那一邊 就是英法兩邊的戰爭 那誰最先知道了戰爭的結果 事實上誰就可以在金融上面拿到很大的利益 其實你除了政治上面的影響以外 事實上戰爭其實跟金融上面影響非常非常大 那他的第三個兒子 就是在英國那時候 他因為以前知道華鐵路戰役的結果 他在交易場所、交易所裡面 交易獲得的金額比英國跟法國兩邊戰爭的利益總統還要多 就是他的金錢可能一滾就滾20倍 對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數字 OK 那第一章他最主要是在講羅斯塞爾的部分 那其實他裡面介紹還蠻多的 那剛剛就是簡單介紹一下 然後我進入第二章 第二章他開始講到了美國的這個部分 那這一位就是林肯 美國的總統 那他那時候在 在那時候他有講過一句話就是 我有兩個主要的敵人 那時候南美戰爭 他說一個是他面前的南方軍隊 那後面還有金融機構 在這兩者之中 後者才是最大的威脅 其實在美國早期的時候 他們都非常的了解說 金融銀行家他們的實力跟想法到底是什麼 他們就是希望掌控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 然後掌控一個國家的財政 一個收支狀況 那可以達到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那如果貨幣發行成能到底是政府還是適合的 事實上在我們覺得想法跟觀念裡面 也會很直覺的想到他是一個政府的單位 可是事實上像美聯儲好了 他可能是一個私有的人 他並不是隸屬在公家政府單位下面 這邊後面我們可以再提到沒關係 那第一個 就是林肯被刺他也是銀行家的一幕 這個部分其實 在書中他是這麼提到的 他是覺得說 因為當時林肯他在南北戰爭的時候 需要大量的金錢 那你需要大量金錢的時候 一定是 需要跟銀行去做借貸的工作 那你跟銀行借貸的話 相對的就一定要有利息 那你就要付非常非常多的錢 所以他就希望把貨幣 就是透過政府來發行貨幣 那這樣就可以省下非常非常多的金錢 所以在南北戰爭的時候林肯做了一件事情 他們發行了自己的貨幣 就是一個Green幣 就是Green Green Dollar吧 對 那他因為發行了政府自己發行貨幣 所以他省下了相當多的一個 就是原本如果用借貸的方式 會有很多的利息 他省下這一筆利息 讓銀行家非常非常的空盆厭 所以到後來南北戰爭結束的時候 他甚至希望說把整個貨幣發行貨 拿回到自己政府手上的時候 銀行家就受不了 於是就發動了這場榴槽 這是本書作者的論點 那在美國早期的時候 其實因為他們是從一所過去的一個 後來才產生的一個國家 所以說在早期的時候 他們會有一些 在創立這個美國政府的時候 會非常非常的瞭解說一些狀況 然後在19世紀美國第七任總統的時候 他那時候也是被刺殺的 然後被刺殺以後呢 當時那個刺殺的人到了法庭上面 他沒有死 因為就是剛好兩槍其實都是卡彈 對不對 非常非常的厲害 那誰知道他自殺了 就是他在一個議員的商禮上面 然後被開槍 可是因為就是卡彈 太尷尬了 就這樣 欸 Sorry 沒錯 非常非常的誇張就是這樣 然後他做了什麼事情呢 最主要就是當時在美國創立的時候 國際在英國那邊 歐洲那邊會希望說 就是創立一個私有的銀行來 控制美國政府的貨幣發行 然後他拒絕了這件事情 所以後來他就被安排了 然後在皮霜這個東西 然後在皮霜 這個東西其實 在早期的時候 美國第九任總統 他是希望把他們的財政 財政系統 鼓勵出來 那不要跟銀行員很牽扯 那時候他只是剛上任 結果後來因為在 致辭的時候 瘦了一點就是感冒 結果過沒幾天他就不去死了 然後結果有人就說他是 對皮霜賴 對皮霜賴 對皮霜賴查 然後所以剛剛安德隆那一段 其實還蠻妙的就是說 他那時候 他希望把錢全部拉回來到中央貨幣 所以他是美國史上唯一一個 在那時候把所有美國債務都還清的 一位投資 對 後來就也都沒有再發生了 對 時間其實有點不夠 那我都很想快一點 那再來剛剛就提到聯準會其實是 他是100%私有 就是美國政府不擁有貨幣 那這是我上網自己去找的 那大概我覺得4%其實他立刻都轉掉了 那6%給銀行發放密集 這是官方的就是 找得到的資料 那事實上也有人覺得說 其實聯準會他的主席也是國家任命 那也不像做著說的那樣 那這部分我們都還可以就是自己再去看一些東西 他只是做著會提出這個論點 那美聯儲最剛開始的時候他是五個銀行 那美聯儲最剛開始的時候他是五個銀行 這一個銀行 我們其實相信大家現在如果碰到一些財銀行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這批的這個很多銀行 那羅斯塞爾的剛前面提到 多克斐赫是美國的一個企業家 那當時他是算石油大門 他是財富在那時候累積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張宇斯希爾是一個美國的鐵路大門 那美國的鐵路網其實跟台灣不太一樣 因為他們不出力很大 所以他們其實真的是 你在鐵路獲得一定的企業的時候 他的利潤很相當多 然後羅伯格是美國的紐約銀行的一個石油大門 這邊也是一樣的 就是後面我們就簡單帶過 因為時間回到這個回頭 OK 在後面其實多克斐赫他的城市銀行 跟摩根地銀行都並為花旗 那其實花旗銀行我們現在大概都聽得到 他那時候在二十世紀就是一九四年 一九四幾年那時候 就是聯準會其實後來 因為花旗銀行創立以後 其實聯準會有絕大國書的部分 都是在花旗銀行上的 那第一次世界大戰很大小 有人說在座的他的論點上面是說 其實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因為美聯儲建立起來 為什麼會這樣子說呢 因為在歐洲各國在苦發戰爭結束之後 事實上他們就是各國擴充他們的軍備 可是擴充軍備的時候 他們也沒有太多錢去支撐一場很大的戰 所以要打一個局部性的規模戰爭 但是那對誰其實都不好 所以後來每年初 就是美國的聯準會創立起來的時候 就有一個國家他可以提供大量資金 那提供大量資金的時候 其實就是大量借貸跟秘密的關係 所以呢 在作者他提出的論點就是說 因為聯準會成立的關係 所以後來第一次世界大戰才會 就是順利的打 順利的打得那麼慘 對 因為在那之前可能可以打 因為軍備已經夠多了 但是錢不夠多 對不對 OK打仗就要花錢 然後越大戰爭就花錢 一個月的問題就是賢花的錢 那就是戰勝方跟戰敗方 那事實上就是各國政府要花錢 那各國政府的錢怎麼來呢 當然就是拿人民的錢 那你各國政府事實上也不會有那麼多的稅收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每天 維持你的政府的一些機構運作 其實就一定要贏 所以他一定還是要跟銀行去做借貸 那跟銀行做借貸的時候 事實上銀行家是最大的重收值 OK這就剛剛提到的感覺 然後後來就是 德國超級瘋狂就是 因為世界大戰爆發以後 其實那時候德國的通物膨脹 非常非常的多 到現在德國人都還會很痛 很痛 通物膨脹 而通物膨脹也是因為那時候的關係 就是有人提了 用路車輪提了一大堆的錢 要去換個東西 結果回來進去店家裡面出來的時候 路車輪不見了錢還在那裡 就是因為錢已經沒有價值了 比那個東西 比那個手推車還要沒有還不值錢這樣子 OK那作者他其實在五六章的時候 他做的這句話我覺得也還蠻不錯的 就是問題在於 一時三向媒體刻意塑造的公共感受這些 常存在的巨大落成 能不能對金星研討會嘗試拿捏出一件錯誤的 但是我相信大家也可以了解得到 就是你看到一些主流媒體的一些報道 或者是一些狀況的時候 其實在我們現在資訊流通證的廣泛 一個狀況下面 我們可以了解說 這句話其實是有他的道理狀況的 OK 然後到第五、第六章的時候 他是在講美國的一個近代史文領壓貨幣 就是在無貨總統跟他羅斯福那一段 那事實上羅斯福他上去了以後 他推行一些新政非常受到好評 可是他有一個非常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他把美元跟黃金的兌換給取消了 就是你有一個法定上面的兌換價值 可是人民不能夠吃 簡單的說就是把黃金給戳走 可是他名義上還是存在的 那這一點其實影響非常非常的大 就是到後來 就是貴賀那個生理會議 然後到後來 美國整個跟黃金脫走 其實都會影響起來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中央銀行的中央銀行 就是各國其實裡面 中央銀行是影響因果的貨幣發行權 那其實在現在世界上面還有一個組織 可能就是國際清算 國際貨幣進行的組織跟一個 另外一個是什麼 那兩個其實有點像中央銀行裡面的中央銀行 他作者認為說這個單位 事實上也是國際銀行家他們在策劃的 那有一些東西 其實在經濟插手購買裡面也有提到 就是他在幫美國政府工作 那他去第三世界國家 我提供經濟預測 那你錢不夠怎麼辦 就是跟美國跟其他大國家去做借貸 那做借貸以後 當這個東西借了很多錢借了很多 可是東西做不出來或是有狀況的時候 這些國家的經濟就是整個包廢就是包銷 OK 然後第七章 他最主要就是 我們那時候也是蠻喜歡這句話就是BIS表明 就是放在整個使用 包括濫用權利格基還有氣墊和保隱在內的 所以是不來確保他們對貨幣和貨幣控制發展 打到控制政府的 這其實跟羅斯塞爾本來的關係很像 然後再後來推進到美國 就是這幾十年 剛才李總統運使 他說也是已經絕對任何方法 為什麼 最主要是因為剛才李總統在 古巴危機結束以後 他虧行的一個東西 他希望把美國的貨幣轉換成 就是透過白銀 在早期的時候其實 新少爲建格 大家都看到的都是金木跟銀子 那後來都是用紙槽來做抵擋 那希望說把銀子拿回來 就是用金屬的方式來做一個貨幣流通 而不要用單純的信用貨幣 就是一般的紙槽 那也因為這個關係 後來作者認為說 可能是銀行家他們策劃了這個謀殺的事件 事實上在第一次很多人都會適應 但是一直找不出到底是哪一個人 因為這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對 然後到後來就是黃金跟美元脫鉤 以前黃金是可以 以前美元是可以直接兌換黃金的 但是到後來就是 美國政府就是宣布就是 任何的美元都不能在兌換黃金 那他後來宣布脫鉤以後 美元就純粹就是信用貨幣 就是我今天說 這張紙槽值多少錢 他是值多少錢 那這有一個問題在就是說 我可以越來越多的貨幣 那事實上就是他越來越很值錢 因為你通常貨幣來說 這邊後面再來提 那在後面又一個就是雷根總統 他也是受到犯殺的 那做者也覺得說 這有可能是他們的原因 因為怎麼說呢 因為雷根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是說他希望把黃金跟美元脫鉤 這件事情再拉回來 就是兩個在掛握他們 但是在因為受到遇刺以後 他的這件事情過來引起 然後再來第八章 就是最容易影響情緒的 決定的兩種情緒就是黃金跟貪幣 再跟政府的關係 事實上 政府在統治人民的時候 對 他已經提了很久了 你已經提了很久了是不是 對 你要不要總結一下 就是因為可能 你還有很多的嘛 OKOK 你要不要直接總結一下 你看了這個書的 整體的感想和心得 OK 就是他事實上 裡面提到了一些想法 他會比較偏向就是 他覺得 國際銀行家有錢以後 可以做很多事情 尤其是暗殺別人 對 他好像 好像美國 好像美國除了警方權 還沒有別人參與暗殺行 對 這個3K檔會不會覺得很冷 你為什麼 非常熱 你為什麼 沒想過 我們是職業的暴力盡 對 那事實上我是覺得說 他在給我的感覺就是 他除了一些貨幣上的內容以外 他讓我瞭解到就是 以前其實不太會去碰到歷史的東西 那在看歷史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是打了殺殺 就是 哪一個 哪一個 將軍 哪一個事情 可是事實上 你從另外一個角度去切的時候 從經濟的角度去切的時候 他的東西其實是 可能有不太一樣的 就是 你不單只是政權商業的想法 有可能想對我一些利益的想法 那再來就是貨幣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貨幣影響最大的就是 以前覺得對於債券啊 在借貸啊這種東西 其實沒有開直接的概念 然後到後來才表現說的就是 所謂信用貨幣跟持著貨幣的情況 對 大致上就是這樣 比赤能力 沒要達的 有夠的 比赤啊 司会 但是 全部